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没事吧 不 亲爱的五行蚂蚁们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 平安归来 我们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庆典 好耶 庆典 宴会 好多美食 你们要在欢迎庆典上发言 这个任务就交给 我来 我来 就交给木吞吞吧 我 哇 宝贝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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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热烈欢迎圆满完成任务的英雄们回家吧 哎 耶 宝贝 那个武器 要找五行蚂蚁做这次汇报 等下的汇报就聪明咯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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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 欢迎回家 哈哈哈哈 哼 定剑天杯是本天才蛋 风小小 我懂的 冷的 啊 定剑天杯 呵呵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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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天气将军 难道你 陛下 先暂时撤退 把定界天杯还给我 烈火流星 愚蠢的五星蚂蚁 根本不明白天气将军的可怕 五星召唤 五星召唤 要不是本天才的雷神机甲在地球被毁了 哪儿还轮得到你们在这儿嚣张 惊鸿惯日 你是谁 怎么会用我师门的功夫 怎么 不认识我了 花财了 哎哟 宝贝 灵墓召唤 宝贝 宝贝 幻灵水炮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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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宝贝 五星蚂蚁把五星灵珠收集起来 本天才在一举把他们全夺过来的计划 不愧是 老大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秘密计划 看来猎宝这一行不适合我 这个宝贝终于属于我了 看到没有风小小 本天才在天才计划 老大真是神机妙散啊 霍松松 你又坏我的好事 这是属于我们 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笨蛋 这些黑雾是天骑将军的暗黑魔法 除了我们黑魔一族之外 接触到黑雾的都会被腐蚀 现在你们就别想碰灵珠了 天血雷波 哼 谁也别想和老大抢弟卷天杯 雷震震 风小小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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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将军 天骑将军 风小小 把顶尖天杯交给我 是 风小小 给我 到底是给老大呢 还是给天骑将军呢 他们得到天杯了 那我们 坏了 不能让他们得到天杯 蜎震震罚 凌 technology 霍震震 mod 双天 пар 火 songful 李将军 我没有啊 这是五星蚂蚁的阴谋 叛徒必须清除 雷震震 清除叛徒 夺回定阶天碑 老大 你这个笨蛋 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跑啊 天启将军 不必结拜圣旨 很快 我们其一代之整个宇宙都将属于我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终之时 我将会统治整个宇宙 责命 天启将军 可恶可恶可恶 老大 冯小小 对不起老大 我不敢偷吃你的零食 零食 我就知道是你 不对 我不是说这个 本来这次可以戴罪立功 把定解天碑夺过来献给天启将军打 可你这个笨蛋居然敢把定解天碑扔给五星蚂蚁 罪不可恕 可是定解天碑是被老大尼打飞了呀 那是因为本天才有着更为大的计划 定解天碑 我成明珠 好想在哪儿见过 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哪儿呢 一定在哪儿见过 在哪儿见过呢 原来那就是传说中的定解天碑 哎呀 我要发财了 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那本天才就把定解天碑据为己有 成为布兰星之王 可是老大 老大尼的就算拿到定解天碑 也逞不了布兰星之王 天命女皇也阻止你 五星蚂蚁也会阻止你 还有蚂蚁不是 你忘了 每次和博士比赛都输吗 我看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 然后 你是不是很久没被我修理了 我 难道是 他 他 天啟 天啟 你是谁 在这儿装模作样 我叫羽萌萌 是布兰星第一盗宝专家 在布兰星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没听说话 你先别走啊 有些事你一定很想知道 难道你们不想得到灵珠吗 嗯 嗯 嗯 哼 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就这些 快去办吧 是 博士 牛皇陛下 您怎么样了 没什么 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 重要的事 尊敬的天妙女皇 什么重要的事啊 关于天启将军 天启将军 天启将军 她 曾经也是皇族的一员 啊 真的 那当然 我羽萌萌 上天下海 无所不能 只要略是小计 灵珠就守到秦来 嗯 就不知道 这天启将军 躲哪儿去了呢 天启将军 天启将军 一直研究暗黑力量 为害布兰兴安危 我只好把她放住到月球 啊 在月球 天启将军的基地 就在月球啊 啊 月 月球 你们怎么知道 当然知道 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黑毛军团啊 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 那你肯定不知道 天启将军他有多可怕 天启将军夺取定解天碑和五常灵珠 只有一个可怕的目的 征服布兰兴 征服整个宇宙 为了这个野心 天启将军 会挑起新的战争 啊 我们要阻止天启将军的野心 对 作为战士 保护布兰兴 就是我们的职责 嗯 为了布兰兴 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嗯 嗯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谁说的 区区黑魔军团 就算他们厉害 我们还有 哦 神尊鸡脚 嗯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要战胜天启将军 看来要借助五圣兽的力量了 五圣兽 那不只是个传说吗 嗯 他们是存在的 只是年代太过久远 所以知道的很少 啊 远古之战 正是依靠五圣兽的力量 布兰兴才最终击退了黑魔军团 那我们 要怎样才能获得五圣兽的力量呢 这要你们自己去尝试 只有经过考验的战事 才能获得圣兽的力量 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正义力量 才能真正拥有和平 啊 五熊蚂蚁为和平出了 我们就是这样被他们打败的 怎么样 布兰兴第一盗宝专家 害怕了吧 天启将军手下的能耐 你都见过了 想夺灵珠 简直是白日做梦啊 看来我们的联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喽 只要笨蛋才会在明处下手 要得到灵珠 我雨萌萌 当然有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难道你们没有听过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吗 螳螂 黄雀 当九大行星形成一线时 就是黑暗降临的时候了 你们必须在那之前 夺回五常灵珠 获得圣兽的力量 挫败天启将军的图谋 拯救布兰兴 我已经把神尊机甲都修理好了 还在五行飞艇上准备了一些可能有用的东西 这一次可别又摔了 现在你们出发吧 五行蚂蚁为和平出发 出发 就算他们得到了五大圣兽的力量 但是面对天启将军 后面还有更多的考验等着他们呢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相信他们 你说的对 我们也不能等待 要严密观察月球上 黑魔军团的一举一动 我们也要搜集一下资料 为决战做准备 哦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让五行蚂蚁去抢灵珠 我们再抢五行蚂蚁 嗯 这倒是和本天才的思路如出一辙 不错嘛 这样也好 对付五行蚂蚁比对付天启将军淺单多了 放下脚 跟上去 我等待 冷待 哎 你这车不错啊 好酷啊 那是 本天才可是全部蓝星最厉害的科学家 哎 方向错了 是那边 没错 明明是这边 是那边 你别乱动方向盆